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朋友们 现在我们就把这块料子拿过来找风哥 让他设计一下 风哥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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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昨天买了一块料子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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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有一个朋友 他就想着要一个小摆件或者是小手腕 这里都可以 我帮你看一下 就可以用点料子 在这里带着小点点红 诶 这料子不错 我拿一个笔先稍微给你讲一下 然后后面我再画一个细图吧 好吧 好的 好的 现在最关键的是这个 毛病在这个位置 它这个是一个很忌讳的东西 然后它这个黑度有一点弱病的那种感觉了 我们可能会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佛像 把这个黄的应验起来 做那种忍者 就是参拜的那种意识 然后后面做一点那种十字的路子过去 嗯 然后这些把它那个好的路挖出来 然后把皮壳做成那种分化那种灯黄石窟的那种样子 哦 灯黄石窟 哦 这个题材可以 哦 刚好就配这个皮壳也像 这个黄后皮壳 如果因为我们是结合这个尿的那种特性来弄的 然后这样子嘛 这个毛病啊 我们做分化的时候就好弄 对 就刚好 那针地也好 嗯 你看一下 可以 这个题材设计的可以 因为它的话就是说没有什么限制 我觉得我们设计完之后就可以开动了 然后相信大家也会觉得这个坑黄石窟的这个题材也是非常的妙 也非常妙 刚好这个皮壳很像 对 它也是这个黄色的 嗯 刚好那个皮壳以后做完以后 它有三种颜色 三种颜色 三种颜色 一种味道 这种玩意境就玩出来了 那我下午就准备出一个戏图 好 可以的 我们直接给它开工 现在设计图风格已经把我们画好了 我们看到它也是一个佛学的一个体材 对 一个宗教体材 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只是一个草图吧 它只有一面 我看对象 那这一面的话它应该是这种 对不对 是这样 这样子 然后它这个面积有点宽嘛 有点宽 然后纸上面只能画一面 对 那可以看到这里的佛呢 佛像大概是在这个位置 对对对对 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东西 然后其他的会有一些朝拜 还有石窟里面的一些 对 那咱们现在应该就可以开工了 可以啊 你确定好我就开工了 好 好朋友们 那么这个宗教题材 昆皇石窟的这样一个小摆件 我们现在就准备开始给它制作了 好 就交给风哥 好好 好朋友们今天风哥呢是把这个小摆件雕好了就放在这里它就出去了 然后呢现在我们就给大家说一下啊 你看这个雕工还是非常的细腻啊 包括很细小的一些细节上这种风化的这种感觉都是非常的好看 那么现在这个石头雕刻部分呢已经全部完成 那朋友们可能觉得哎呀 现在怎么看着它不太好 没水头呢 那因为我们还没有刨光啊 所以说现在呢我们就准备拿上去我们的刨光工作室 给我们的刨光师傅 让他们进行最后一步的刨光 忙了呀大哥 帮抛下这个光 可以啊 这个小摆件 好了朋友们这件货呢已经抛光完成了 首先啊这个料子呢 它是一个整体来说是一个赛北大漠的一个风格 就是你看它的皮壳很像那种黄沙是吧 然后呢还有一些根据可列设计的一些石窟 所以说这件作品呢它的风格是一个敦煌石窟的一个风格啊 那么像这种赛北的题材 在古代呢又有很多诗人啊 根据这个赛北写出了很多的作品 这样呢我们在把玩这件作品的同时呢 也有非常多的一些想象空间 那么在细节刻画上面啊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主体呢是一个悟道题材 是一个悟道啊 然后在悟道的下面呢又刻画了一条龙 这件作品呢我们又给它取名为 降龙悟道啊 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叫做悟道修言天命 修行悟取真经 就非常适合用来给这件作品做一个很好的题词吧 同俗一点说呢就是说我们在追寻真理的过程 在悟道的过程当中啊 你看连龙都会趴在你的身边 为你所吸引是吧 那么希望也是希望看这些作品看到这里的朋友们呢 可以珍惜自己的时间啊 为了自己的梦想 理想努力前行 不枉此生啊 是吧 因为悟道嘛 每个人的道是不是都不一样 但是只要你是努力朝着你的道前进的时候呢 你看连龙都会被你所吸引 这个也是老赵对这件作品的一个理解吧 如果是其他的朋友也有一些更好的解释的话呢 欢迎也可以在评论区与老赵一起互动啊 同时呢 为这件作品呢 我还特地请了一位做手工的朋友啊 为我做了一个半手礼也好 又或者这两件作品 它其实是一个相辅相成的东西也好 让我们打开这件神秘的盒子看一下啊 这个呢 它是用龙眼木做的盒子 和龙眼木做的一支钢笔 纯手工的一支钢笔啊 为什么说是钢笔呢 其实大家知道笔呢 它有代表着知识 但是老赵个人觉得知识呢 你光看不行还得动手是吧 那这件是一个这种抽盖的一个设计 旋转的 龙眼木呢 就是我们产兽的桂圆啊 它是一个水果的一个树 同时呢它又带笼字是吧 跟那件降龙悟道的题材也是非常大 包括它的颜色啊 也同样是一个以黄沙这种颜色为大色 然后我们再看 这是它里面的一个墨胆啊 整体来说裸露到外面的部分 包括卧笔的地方呢 全部都是一个石木 没有任何的金属啊 也是非常朴素的一支钢笔 所以呢 也希望拥有这件降龙悟道的大哥呢 也同时可以用到这支钢笔 好了 这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 大家觉得这样的降龙悟道你们喜不喜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